我們進入簡報第49頁之後 您把這個模擬器點到它 下面就是這個 打開 好 您進來之後呢 您先看一下 那我們講過Uberdino 它是在線上齁 但是您要記得要Google Chrome 你不要用IE IE現在沒有你拿嘛 那Firebus有一部分可以有一部分不行 所以相容度最高的還是 這個Google Chrome 因為它用的叫做Blocking 這個Blocking其實就是Google的開源的 這種積木編輯程式 那您看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模擬器這個房子 你把它按一下 那現在這樣子呢 再把它放到最大 這裡有一個放到最大 把它放到最大 但是好像還沒有看到對不對 沒關係 你按一下元件 按一下 有沒有跑出來的 我先站到這邊 這樣子就看到了 好 你要哪一個呢 就把按著 拉出來 有沒有就拿出來了 我們需要三個東西 一個是這個Smart開發板 一個LED燈 一個麵包板 拿出來就好 那拿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收起來 再按一下就收起來 萬一多拿了怎麼辦 欸 你可以按Delete 也可以拿這邊 有沒有 按鍵板上Delete 不要按熱色筒 熱色筒是全部都不要 所以呢 你就按這個 這樣就不見了 好 那如果你覺得不夠大 滾輪 有沒有放大縮小 欸 可以放大縮小 所以 麻煩各位老師 您先拿這三個元件出來 現在呢 老師您把真的東西拿出來 真的東西拿出來 真的東西拿出來 我們在這裡 好 我已經準備好了 有沒有 在這邊 這樣 三個 麵包板 LED燈跟開發板 那您可以發現 我們先來認識一下這個LED燈 欸 老師有沒有發現 它有長短角 幾個比較長 幾個比較對 你看一下你真的 有沒有發現 也有長短角 幾個比較長 幾個比較對 好 那當然 有些 電器它會把它剪掉了 但是呢 如果它好像這樣比較標準的 我們就可以知道 請問哪一個是正極 哪一個是負極 長的是正極 對 老師好聰明 所以 欸 我看一下 這邊有沒有 好像沒有鉛筆 有 有 這裡 這個好像是 鉛筆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 這是白板 哈哈哈哈 欸 桌子為什麼不能拿來當 一定要寫白板 這樣就看得到啊 錄掉這樣就好啊 哈哈哈哈 這樣有討論嗎 哈哈哈哈 所以這邊正極負極 哈哈哈哈 好 欸 你們不能這樣 現在同學 我國小 我有 禮拜六 我有開國小的社團 同學現在有 帶手機來的 他上課怎麼做筆記 真的 對 老師畫面前後 然後拍照 就很討厭 如果你還要寫這個 同學我會告訴你 老師 讓開 讓開 哈哈哈哈 還有老師好的 你可以 他掉了 起到會死 所以現在不要寫白板 哈哈哈哈 我這樣錄影還可以拍照 對不對還可以存檔嗎 哈哈 好啦齁 看一下 所以這個有沒有一樣 有齁 跟那個一樣 那 我們要怎麼接線 我們如果真的 你要接線 你要透過這個東西 這裡 你看你們盒子裡面 有沒有這個東西 這叫杜邦線 有沒有 它有兩種規格 一個就是兩邊都是尖尖的 這叫公對公的 好 兩邊都尖尖的 另外又有種叫公母的 就是一邊是尖的 另外一邊是什麼 就是凹的 有沒有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線 有沒有看到 這是我們真正在接的時候 需要用這個 好 需要用這個 嘿 但是呢 我們在模擬器裡面 怎麼用 沒關係齁 你看一下 我們先解決模擬器的 你看 滑鼠滑 不是這樣拿下來插下去 這樣不好齁 哈哈 你移到那個端點 有沒有發現會亮起來 你看我移到端點 有沒有都亮起來 這樣知道了 所以按著它拉下來 按著它拉下來 有沒有 這樣就代表接線 哈哈哈哈 好 那 順便先認識一下麵包板 來 您看一下這邊 您 在簡報26、27號 麵包板 跟我們生活裡面一個東西很像 您都知道牆壁上有插座對不對 好 那牆壁上的插座不夠用 你應該就會買什麼 延長線嘛 所以麵包板就是那個概念 我今天就是要延長用的 那您看到這邊 我們用的這個叫 迷你麵包板 就是比較小一點 其實也有比較標準的齁 那這個迷你麵包板呢 它中間呢 是分開的 也就是上跟下是不通的 它下面其實是那個鋁板 所以如果我一條杜邦線插進來 這裡就有相同的功能 好 比如說我插的是電源 正極 那它就有相同功能 我如果插在這邊 負極插在這裡 那這幾孔洞都一樣都變負極 好 那垂直的是通的 但是橫的就不通喔 橫的就沒有相關 所以它就是直的 它就是直的會通 這樣老師們比較有概念了 好 那有概念之後呢 我們回到剛剛這邊來 所以我看現在呢 我把這個地方插進來這裡 有沒有這裡都有相同功能 這裡這裡也有相同功能 好 現在呢 這個是正極 我就把正極 這個問題 本來如果你的電 這個元件 它需要比較大的電 電的那個電流的話 像我這邊有這個 你們手上也有這個 叫做LED點體震 有沒有這個 你看它就需要插五根線網 這個因為燈比較多嘛 六十四顆 所以它就真的要接電源 但是因為我們LED燈啊 它比較不耗電 所以其實你通過腳位也會有電源 它用這個就可以用了 所以我們現在負極 負極都沒有問題 都是接GND 因為這個是負極 這裡是負極 這是正極 所以負極我們都一樣 都是接到GND 但是正極的部分呢 我就把它接到這邊05就好了 其實你接16啦 14啦 或其他的其實也可以 也可以齁 所以我現在呢 就先暫時大家先同意 都接到這邊 好不好 就是負極接到GND 正極接到05 那如果您覺得說 啊那同一個顏色 看不清楚 沒關係 你來這邊你看 我正極的 我點到它齁 點到它這裡正極的 你可不可以改顏色 可以齁 有沒有這樣 點到它 你就可以改成 你覺得你比較 容易分辨的顏色 那如果你覺得接線 它收的更漂亮一點 你就在中間按一下 就可以變折線 呵呵 嘿 嘿 啊那把它放清楚 看明白 呵呵 這樣是可以 對不對齁 所以你知道在中間再按一下 它就會變成折線 這樣OK嗎 麻煩老師你先把線接起來囉 一個接到GND 一個接到05 在簡報29頁也有接好的線喔 那您如果已經接好了 您可以把它縮小 往後滾輪 有沒有縮小 那你要移動的話 不要一個一個再移動 因為等一下移到左上角 那你一個一個移太麻煩 你只要在空白的地方 這些空白的地方都可以 按滑鼠的左邊 有沒有一次就過去了 這樣就可以一起動 好移過來 滾輪 移過來 好我就把它縮小 這樣有沒有右手邊就可以看到 待會兒呢 我們就會到這邊來寫程式喔 來還給老師